中華職棒今天晚上兩地開打 傳統好戲獅項大戰在台南棒球場上演 童醫師的球星劉福豪 在今天晚上達成職棒生涯1000安的里程碑 猛獅打線用13支安打冠近7分 中場以7比2擊敗中信兄弟終止最近的2連敗 中信兄弟也是面對到連戰的情形 接下來小破這一球千安出現了 歷經了1109場3615個打輸 童醫師小破劉福豪終於敲出職棒生涯第1000支安打 泰式中指使上第17位打成千安的球員 南霸天也在小破千安的帶動之下 前兩局火力全開 棒打兄弟王牌央頭可蘭頓 前兩局勢隊狂敲8支安打 其中還包括買家一直棒順牙第4支紅不讓 施澤軍開賽打開口 前兩局就拱下6分 來到4局下金框火燙的塔克龐武雄 向中英科偏高速球 打棒一揮小白球飛向左外野一去不回頭 胖武雄連續三場比賽開轟 本季第12號全力打出爐 也幫助同一把領先優勢擴大到7比0 反觀下半季領頭像遭到失隊先發投售賈斯汀的封鎖 無局上好不容易才靠著三專打 喊兩次四回寶送扳回2分 不過猛項打線的攻勢也就到此為止了 最近喜獲靈兒的賈斯汀 投球果然帶著強韻 竹頭6局送出6張老K就只是這麼2分 中場男霸天就在小破清安和賈斯汀優質好投帶領之下 7比2擊敗中心兄弟不但終止了最近的2連敗 也在雙方三連轉手戰搶下好踩頭 有點TV我處於綜合報道